像这个跟中国旗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更方便干活吧 就因为开叉开得高 对 然后它是裤子 大家好 我是露子 上次请越南妹子吃萝卜的时候 答应了帮她拍写真 你穿的是什么东西啊 越南的翻帅服 好奇怪啊 感觉怎么感觉像岳父一样 越南女生一张都上别乌子 刷脸 刷脸 哇 这真的有点透 所以这种衣服跟旗袍有什么区别 就是越南它这里是开的 然后出口等的 然后实话在这边去 旗袍你有穿过吗 中国旗袍 穿过 在越南我就穿中国旗袍 就是在越南你穿中国旗袍 在中国又穿越南奥带 像这个跟中国旗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更方便干活吧 就因为开叉开得高 对 然后它是裤子 它为什么开叉开那么高 显腰身啊 显腿肠啊 开那么高 它在这里就很收腰 嗯 旗袍的话就要特别去收这个腰 量身 这个也是要量身做的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穿裤子 这个一定要穿裤子 一定要穿裤子 必须要穿裤子 为什么 What 如果你只穿这一个的话 就显得很实 它今天穿的是越南的国服 奥带 乍一看呢 这个和旗袍有些像 但开叉开得很高 这次拍照的地方 选择了中印边境线上的一个火车站 往下蹲 双手抱头 要笑吗 你想要像学生一点是吧 嗯 时下蹲下头 趴小小小 那你就害羞一点 嗯 你歪个头 对 歪一下头 低头 低头想事情 害羞 你不要学生妹吗 身体往前轻 这样就看火车楼 看火车楼 这样 不是 脚高一点 就人不要太弯 对对对 左手就放下去了 嗯嗯 对对 就这样 身体再转过去一点 等一下啊 我看一下 看我看我看这里 老大 以前我们都是在中间那里玩水的 想不到吧 你就直接这样走过去那里玩水 对啊 我们一般的 有时候还走去到对面往往回来 对面不就是越南了吗 对啊 小时候不懂事啊 反正也不管哦 大人会拿着桥桥来吗 把你们赶回来 对 东西大乔 主要是在中国 看一看 看过来 看过来 这里可以看电影吗 对啊 有没有什么电影看 冬画片有哦 有 有 有很多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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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一下吧 看了 找一个冬画片看吧 因为天色不早了 越南妹子带我去吃越南菜 这家餐厅也很特别 曾经是法国领事馆 因为之前呢 这一代包括越南都被法国占领着 后来才被黑喜军收复 像这里墙上还挂着很多当年的一些历史照片 禁止拍照啊 我在录像 所以没关系 这是越南的小米辣 然后加上它的那个海盐 然后加上那个柠檬 春卷皮 小米线 然后这个是属于木瓜丝 然后就是 不好意思 没事 这是什么草 鱼心草 哦 鱼心草 一鹿酱 我还会吃虾酱呢 可好吃了 虾酱 你们越南人不喜欢听这首歌吗 很老了 但就好听啊 说实在话 而且歌词又很好奇啊 我都会唱 鸭桃梅买喝美丝 哈哈哈哈 好听吗 好听 你不喜欢啊 现在人家变成帅的 你说这些洗剪水组合啊 他现在很帅了 已经变帅了 这怎么不好看啊 我觉得挺好看的 没有意思 我不方便一直 把我包给你了 你不要嫌弃 不是 嫌弃你了 还看过来 不想要Х 你不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我不是 我跟你亲爱的 你是 你不是 你是 你不是 你不是 我不是 要不要我载你 你会骑吗 不会 你要尝试一下吗 我就客气随便问一问而已 下车上车 好我来了 每次都要你载我怪不好 下次你载了 我叫你车 这个怎么搞 走大家